娱乐圈不吸烟的乖乖男,马天宇张艺兴上榜,他因不吸烟有不老容颜。 1. 马天宇。有著与年龄不符的丰富经历,也造就了天宇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。 出道至今,所获的20多座奖杯见证著马天宇,在影视歌三七道路上发展的风生水起,红红活活。 马天宇出道这么多年,一直是一枚乖乖男,从来都没有见过他戚烟,这样的马天宇真的是魅力无限呀。 2. 林志颖。 2014年,1月参演真人秀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原班人马奉献的同名电影《爸爸去哪儿》上映,4月继续担任超级演说家第二季导师,6月出版书集《我对时间有耐心》,同年参演的电视剧《奇幻冒险王》播出。 不老男神林志颖一直保持著童年般的面孔,小编想着肯定和他平常的保养有关系吧,林志颖从不吸烟,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,现在的林志颖一家五口生活的好幸福。 3. 张艺兴。 7月28日,其参演的《建军大业》在中国大陆上映。 7月,继续加盟倾诉互动《理智体验》节目极限挑战第三季。 9月8日,张艺兴的《蜡像》在北京杜沙夫人蜡像馆音乐区举行节目仪式。 9月17日,确定主演由都市探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《黄金童》,并在剧中饰演男主角。 小绵羊张艺兴更是一枚乖乖男,从小就被班里的男孩子吐槽傻气,不过这样的张艺兴还是很受欢迎,傻人有傻福吗? 这么多年都没有见过张艺兴吸烟,真是娱乐圈的好典范。 4、于蒙龙 2016年,于杨逆、赵又廷、迪丽热巴合作主演古装仙侠剧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,在剧中饰演青秋白纸帝君第四子白珍。 同年,于关小统合作主演古装仙侠《鲜原剑之汉之云》,在剧中饰演《鲜原剑双生子之一》的徐沐云,随后,出演张艺迟导的古装剧《霍去病》,在剧中饰演飞将军李广的《幼子李感》。 4、于蒙龙在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古装伴想可谓惊艳众人,私底下的他也是很低调的那种,当然这样腼腆的男生也是不会吸烟的,怪不得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呢?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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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